因为老公黄子焦绸闻事件 停工100天的梦耿如 终于在27日现身短片宣传啦 他看上去气色不错 脸上还挂着笑窿 却被发现瘦了一大圈 而今天现场大批媒体 都冲着黄子焦而来 记者会上他不接受媒体访问 但是还是礼貌地透露娇哥的状态 他表示有鼓励老公多出门 多接触大自然天然疗愈 还说总不能一直关在家吧 坦诚有很多朋友关心 抱歉的是没有一个一个回应 但大家的关心他都有收下 对于焦哥现况 他说有比之前好多了 强调自己不边帮忙带达什么 怕曲解他的意识 至于大家一直关心 焦哥是否复出的想法 梦耿如直言目前没有计划 被问到工作停摆 两夫妻不会有经济压力吗 他小说没有 因为一方面是平时就很节省 没有物欲花费又少 加上房贷已经还完了 所以生活很简单 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赔玉米 这段时间心情也很平静 除了这段时间 限制小的时候 现在有钱 我希望找事 可不得帮忙 邪性 而如果 所抑郁 练 我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